再关心的是有一名八岁女童 书架狂玩手机游戏 家人竟觉她视力变差 来看医生检查近视 竟然暴增到800度 经过医师药物治疗 一个月之后才视力回复到 回复1.0 临床研究就证实了 散瞳剂搭配降眼压的药的新疗法 对近视度数在250度以内的儿童 效果是比单独使用提升了4倍 不过医师建议了 儿童近距离阅读45分钟之后 要休息看远物10到15分钟 才能够休息降低眼压